用鐵補氣色 看我漂亮舒服每一天 氣色紅潤 藝人代言補鐵健康食品 鎖定女性族群 而目前市面上由小綠人標章和可的補鐵產品 只有五項 評估辦法更是從1999年起頒布到現在 實用署參考國內外最新資料 12號公告修正 鐵可利用率保健功效 評估辦法草案 我們目前核准了400多項的健康食品 但是其中這個觸鐵吸收的產品目前是五項 大概只占1%左右 而且目前的產品大部分都是做動物實驗證實 還沒有業者是以人體臨床實驗的方式 來證實產品的健康食品保健功效 新的草案 食藥署將人體實驗對象做出清楚規範 必須是65歲以下女性 經過臨床營養評估 判定為缺鐵 血紅素濃度 以及缺鐵性貧血等都有明確規範 未來廠商可以在人體或動物實驗二擇一 學者指出過去統計 國內大概有一成以上的生育年齡女性有缺鐵危機 我們的主食類 我們的五穀類 然後我們的所有的蔬菜水果類 都是屬於植物性的鐵質 我們一天需要起碼1毫克到1.5毫克 所以其實我們的建議攝取量會建議10到15毫克 是因為考慮了吸收率只有10% 提醒民眾從日常生活中攝取鐵質 可以多吃深綠色蔬果 要補鐵得依照醫師指示 否則補過頭也會增加肝腎代謝負擔 大家希望黃金體訊息好 台北報導 過年